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三章的15到17节 题目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提摩太后书三章15节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 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是半个犹太人 他的母亲和祖母都是犹太人 但是他的父亲并非是犹太人,而是希腊人 但是在母亲的教导下 提摩太从小也是明白圣经的 当然,提摩太小的时候的圣经就是我们现在所俗称的旧约圣经 虽然在其中并没有正式的介绍耶稣基督 但是旧约还是让我们认识神与基督的种种属性 保罗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这句话要怎么解释呢? 保罗是在说,这圣经能够使你有智慧 有什么样的智慧呢? 有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智慧 这话是真的,因为圣经括号旧约指出人是不完全的 是有罪的,是需要从神那里得拯救的 这是当时外邦人所没有的智慧 而耶稣基督来了 祂指出得救的道路就是通过祂自己 这在当时,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都没有的智慧 这是从天上来的智慧 我们得救就是因为信祂 而圣经就是为祂做见证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这是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都是一样的 这些经文、书信都是因为神给祂的仆人的感动才写下来的 这其中有先知也有使徒 都是神的仆人 这些感动有直接的感动 例如有的经文就写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但是也有的故事和起源的过程 这些都是来自于神的安排 那样岂不是神的默示吗? 神默示或是感动 我们写下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要教导 督着我们 还有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这些都是与人有义的 因为人被造之后的第一代他就偏颇了 那就是不义不正的了 亚当一旦违背了神的命令就是犯罪了 而罪这个字在希腊文中就是和物地有差别 也就是不义 括号不中的意思了 所以神就要启示圣经 在其中还记载了很多人犯罪经过 人违背神心意的记录 让我们都能够看到 有的人说圣经里面记录了许多淫乱 根本就不圣洁 比如说女儿和父亲行奸淫 括号罗德 媳妇装作妓女和公公行淫 括号犹大 但这个目的就是计时 是要教训人 是要督责人 教训和督责人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是神要来骂人来过瘾 不是神要举证人有多坏 好对照出神的义 而是神计划要人从圣经当中学到教训 能够改正 能够知道何为义 能够回到亚当犯罪以前 有神形象样式的荣耀 这就是圣经对人有益的地方 而圣经对人的目的就是这样子 让我们学习 而终极的目的 是要让我们能够完全 能够符合神造物和造人的期盼 这样的人没有罪的问题 而没有罪的问题就不必负罪的工价 也就是说不至于会死 所以完全人不仅是各方面都好的人 而是一个没有问题不会死的人 这才是神造人的真正心意 神不是要造一些只有几十年寿命的人 教训完了一代 好不容易快接近完美 他就死了 然后从头再来 神所要造的人是完美的人 是合乎神的心意 不会也不能犯罪 也不会再死 这样的人方能够为神所用 成为神完美且顺手的器皿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